你有看过这个样子的耳机 好看 好看 不会掉 还没有掉 嗯 AirPods掉了 开放式耳机的缺点就是 别人可能会听到你的歌 嗨 我是可恩 华为刚刚就发布了一款新的耳机 它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耳机样子 你有看过这个样子的耳机 它叫做华为FreeClip 顾名思义 有个Clip字 它就是这样子 Clip在耳朵上面的 夹耳式耳机 所以它的外形就是这样 跟一般上华为FreeBud 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同样都是耳卵石这样子 然后它有紫色跟黑色 材质应该是钢琴烤漆的材质 不觉得真的很像雅琳 就很Q 但是它其实它重量真的不会很重 准确多少gram我是不懂 但是我觉得蛮轻是真的 在这个C型桥梁上面是一个磨砂的材质 然后在喇叭的部分就是一个亮面的材质 这边是喇叭的位置 然后这边是gap着耳朵的 它整个其实蛮柔软的我觉得 它这个用了Z-Bridge的一个设计 所以如果说你耳朵比较宽的话 你是可以撑到这么大的 现在我们就来实测它到底掉不掉 它佩戴的方式其实也是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它就可以gap着了 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然后当我一戴了上去之后 它就有一个等等的声音 你就知道你是戴上去戴对了 下面请欣赏老板娘要的 试试证明了当我高速甩动的时候 它才会掉 但是正常人我应该不会甩成这样的 剪回我的耳机 接下来我们把测试进阶啦 一边我带着华为Free Clips 另外一边我就带着这个 Nothing的半入耳式耳机 我稳一下两个都 我都有点头晕了 还不要掉 等一下我现在真的有点去 换人摇 我觉得是你头发长折住了 没有还在 你们看还在 还在 这时候老公的用处出来了 干了吧 我怎么手到鞋 半入耳式 Free Bud 呃 半入耳式 Nothing 这个还在 现在测试的是 入耳式的 AirPods 很辛苦哦这个测试 所以两个一起掉啊 还没有掉 AirPods掉了 我带着也没有拉撒 但是 也不会掉 它就不会掉 这个Free Clips真的不容易掉 就是很适合去运动的时候 或者是你平时通勤啊 工作的时候 你怎样动 它都不怎么掉的那个情况 非常好用 舒适度上面哦 其实也 蛮明显的 我一边带着AirPods Pro 2 一边是带着Free Clips嘛 带着Free Clips的那个耳朵 我仿佛 feel不到有任何东西在我耳朵上面 因为它架着的位置是在耳骨的中间 然后你没有一个东西去顶着你的耳洞哦 你feel不到那个压力感 加上它是开放式的 完全佩戴无感 但是AirPods Pro就很明显了 它把我的耳洞塞住了 它本身也有一些降噪 所以当我一带下去 你就feel到 诶 有压力 Bluetooth上面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常按旁边这边有一个button 你按住99 然后它亮白灯 它就会开启这个蓝牙连接啦 华为手机 Android手机 或者是iPhone都可以 现在用着我的iPhone 然后连接华为Free Clips 然后来听一首歌 看一看啊 我们开Lonely电视 我现在开音量超过我的一半了 所以它现在的声音哦 非常大声 但是我同时又听到阿Kent在讲话了 那我现在讲话 如果这样的声量你听得到 听得到很清楚 因为它是开放式的 所以它的声音降噪可能没有那么好 也可能会有一点小漏音 我放另外一首 开放式耳机的缺点就是 别人可能会听到你的歌 但是其实你平常很清楚没有 认真一点 什么可能 一定听到 但是如果我只要是在火车上面 我站你旁边 我一定是听到你讲话 听到人家在电话讲什么 或者听到你看什么 虽然说降噪漏音的问题 但是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能在戴LRT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听到广播 你不需要叹叹两下 然后才听人家讲话 或者是叹叹两下 关掉降噪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 眼 它就有点像带着耳环 耳针 耳扣的那个感觉 它就是一个时尚的配件的感觉 而且如果我今天呢 画着黑色会很好看耶 手势操作上面怎样按呢 其实拿出你的一根手指 然后打在它的那个西桥梁的那边 按两下是pause 按两下继续播放 然后按三下是下一首歌 右边可以吗 哦 右边也可以耶 所以就是说你左右耳机 调转带它都可以 它就会左右自动 auto调整 它是华为第一个没有分左右的一个耳机 抖音的话我tap它到底会不会变下一个video 我刚才发现咯 我打在脸上啊 就是靠近耳朵这边也是可以操作耶 是不是有 但是我脸有点痛啊 我猜它应该不是鼓传导技术 哎 喂 6个 好好都打耳机不是好咯 为什么要打脸上 那音质上面呢 我们这一集就不深入研究啦 毕竟还是一个开放式的耳机罢了嘛 然后其他功能呢 我觉得热场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 它也有一个IP54的防水防尘级别 电池上面呢 它单单耳机的话是可以耐8个小时 配上这个无线充电盒子的话 是可以耐36个小时 先讲缺点吧 露音 这样造差 颜色可以再多一点 优点的话 好看 好看 不会掉 配戴无感 没有压力 好看 那这一款华为的新耳机来是confirm会来马来马来西亚开卖的 现在还不懂多少钱 12月20号就会正式公布价钱了 你们大家期待一下吧